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湛语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半夜自然醒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经常睡觉的时候 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会自然醒来 然后想再睡着就变得很困难 然后就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天亮 早上起床是顶着一个黑眼圈 气色也变得很差 我们大部分人口中所说的半夜自然醒 其实醒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常见的是一点到三点醒和三点到五点醒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很有可能是身体的某处经络堵住了 一点到三点醒是干经当令的时候 干是主藏血,主人的情质 所以当人干预气质,情质不舒时 他干气,干血就不足,干火重 所以说干经受损,这时候就会突然醒来 那干经不通呢 双眼就会感觉到干涩 嘴巴是又苦又干 肚子经常感到胀 这些都是干口的情况 这些都是干口的情况 并且 干预日久会在皮肤上形成血浴 有可能形成类似于黄鹤斑这样的情况 那三点到五点醒呢 是肺经当令的时候 饮食呢 肺脏气血旺盛 功能最强 此时呢 肺火过旺 肺气不足 或者是肺热等等 这些人群呢 就会很容易醒来 那这时候患者呢 常常因为咳嗽痰多 而被迫醒来 这时呢 还会有皮肤干燥 嘴巴干 特别想喝水的情况 那肺经被堵 那鼻子和毛发呢 也会提醒你 因为肺开窍与鼻 起滑在毛 患者呢 多半有鼻炎的困扰 并且呢 头发也会 干枯分叉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 半夜自然醒的问题 那就要先以 养肝润肺的思想 来入手去解决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可以给崔老师留言